我也以为 我不能再回来 不过白雨确实救了我一命 白雨 他是谁啊 这个白雨 与我的勾玉 有着莫名的联系 这块勾玉 从小跟在我身边 每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都会救我一命 不过这次 白雨救了我的命之后 他就失去了工作 阿布 你若喜欢的话 我便把它送给你 这块勾玉 还在你的身边 就好像我在你的身边 就算我死了 他也一样会保护你 不准你说死 皇上 这是唐军镇压南昭的批示 现在大批难民 正在向长安城方向流入 具体情况尚不明朗 此等大事 为何不早禀报 启离皇上 微臣也是冒死 才将此奏章结下 据悉 太子殿下 将大多奏章 扣留多日 满朝文无人敢言 现在皇宫 已经被重兵把守 众位大臣 向进宫 也会遭到重重阻拦 难以接近皇上 微臣也是冒着死 趁着夜色偷偷前来 才能向皇上如实禀报 朕明你速去调查 务必将南昭难民一事 查清楚 向朕禀报 臣 遵旨 段将军 是你 档将军 昔日我听你一言放下 心中所愿 今日 我绝不在手下留情 段将军 你我同为人臣 做将军的职责如何 你比我更清楚 那你就 先过了我这关吧 来人呐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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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众将师听令 速速随我进一局救驾 让开 你可不可以 小心啊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皇上 父皇 儿臣叫驾来迟 前辈 怎么是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 段将军难道为了安月而来 我一赏忠于公主 公主却因皇上而死 我一生只爱极乐 极乐却也惨遭唐军毒手 你说什么 我只后悔当年清醒唐记中你的花言巧语 才放下仇恨 我早该杀了你 替安月公主报仇 若是如此 极乐也不会遭受牵连了 来人哪 把他带下去 是 放开我 放开我 皇儿留步 朕听闻南朝难民已经流入长安 却又此事 启禀父皇 儿臣已查明此事 一切都是极乐异族野心谋反 儿臣已派兵镇压南朝 之所以没有告诉父皇 只是担心父皇的龙体 儿臣告退 伯父 今日之事 的确有些不对劲 我怎么觉得段飞此行和南朝事变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有 刚刚在寝宫之内 太子的武功有点非比寻常 萧将军怎么看 太子自幼习武 不过 他刚刚的身法 的确是有些古怪 是啊 前辈 您这是为什么 昔日你们有难 极乐舍命相助 真没想到 回路的今天这个下场 你若有烟躯 不妨直言 我不相信 您会贸然行刺皇上 请问你们的狗皇帝 兴族村与外界从无瓜葛 更无半点恩怨 他却派军屠杀村民 什么 您是说 兴族村被唐军屠杀 那就是 你们誓死保护的大唐 高高在上的皇上 却是残害百姓的罪魁祸首 极乐虽为外星族人 但他品性善良 为何他却无辜受了牵连 你最好先杀了我 否则我活一日 我定会找那个狗皇帝报仇 不 前辈 此事绝非朝廷本意 皇上莫病在床多日 当今朝政 皆由太子把持 况且星族村被极乐保护 常人根本无法找到 我想这其中 必定有巨大的阴谋 清风向前辈报仇 定会将真相查过水落石处 给前辈和极乐组长一个交代 如若食言 我唐清风便以命 你给你母亲倒是一个性子 刚性倔强 不愿屈服 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敢问前辈 对方大开杀戒 究竟又是何目的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 宇宙之眼大 至于其他知情者 你速速去寻找极乐 只有他能协助调查此事 极乐组长不是已经 我说过他死了吗 阿布都能救活 他还不能救活自己吗 他只是受了重伤 秘密潜入长安的一星村 至于其他幸村的星族村的人 也已经潜入了一星村 原来如此 请前辈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 将他们安排同当 只是 这极乐组长既然没死 前辈您又为何 要行刺皇上 爷 老子的媳妇都伤成那样了 我还不能找那个皇帝老儿 算账吗 前辈果然是性情中人 清风佩服 没想到 前辈如此护短 不惜拼个鱼子网破 也要为媳妇出息 那是自然了 我问你啊 方才将我勤获的可是当今太子 嗯 这是 那你可得当心点 刚才我和他交手的时候 我感觉他体内有股邪恶的力量 你们在干什么 巡逻守卫一直在金无谓的职责范围之内 何时人到他人插手 我等奉皇命在此 萧将军若有异议 大可去找圣上定夺 敢问统领 如果金无谓全部撤下 今后又要谁来接管 萧将军 许久不见 老夫此番远行 耽误了为令尊萧格老上香 实在惭愧 是你 没有皇上的宣诏 你竟敢擅自回京 老夫已誓死 效忠太子殿下 此次侍奉太子殿下 诏令还朝 统领三军 我警告你 不管是通天塔还是多星 如果你再把唐清风牵扯进来 我就让屁股开花 你个白眼老 你们家唐清风的命是命 本舰长的安全 就不重要了吗 我是说不让唐清风参加 又不是说不 不用你包 宇宙的安全 还得靠自己 再说了 本舰长 也不是顾家寡人 郡主 香儿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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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儿总算找到你了 宫中大乱 你还是留在蒋鲁堂好 千万不要回宫 又怎么了 又宫洞了 听守卫说 有个叫段飞的老头 谁也行刺皇上 段飞 他现在在哪 已经被抓了 关入地牢了 你心怒啊 这种时候 你千万不能回宫 千万不能回宫 那个小鬼 怎么能乱抓人呢 我得找他理论清楚啊 我的姑奶呢 那可是刺客呀 他要刺杀的正是皇上 你就算去了也不顶用啊 而且 我听说南昭那边 好像出事情了 现在大量的难民涌入 这种结果严上 皇上肯定不会轻饶的 唉 香儿 这点你就要放心了 像我这些父老乡亲们 都是非常彪悍的 哪里像这些大唐 各个古兽如柴的小兵 能够对付的 根本就不是 我结了姐姐的对手 郡主 哎呀 你们是吉乐姐姐的手下 大家好啊 好久不见 走 郡主 你认识他们啊 当然认识了 他们怎么好笑 不认识你这个郡主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的这些乡亲们呢 都很淳朴 而且本郡主呢 平时走的都是 与云同乐的路线 所以跟大家关系 都很好的 那怎么行啊 主子就是主子 下人就是下人 郡主千金之躯 怎么可以跟平常人一样呢 不行 我要替郡主救训他们 你们呢 虽然是南昭的百姓 可以有句话说得好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你们南昭 难道没有规矩吗 你们以下犯上 绑架郡主 简直 胆大包天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可都是要杀头的 阿湘啊 大家也看到了 本郡主呢 在大唐人民的眼中 就是这么有地位 大家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啊 组长大人 你怎么也来长安了 不准靠近组长 你这个叛徒 居然出卖大家 我怎么啦 阿布茶茶 我费尽心思把你救活 你为何要出卖同族 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 灵友怎会出现在龟板室内 什么 没想到我的技术水平有所进步啊 总组大人 阿布推荐的这道菜真不错啊 好吃 我就喜欢吃这种素一点的菜 对了 董明淼 我听说宇宙之眼出事了 我给你下最后的通牒 如果你再找不到能量源 我就只能下令毁灭地球了 永绝后患 总组大人 我们已经尽力了 那样的话 67907和阿布就再也回不去躲星了 那你们就只能与地球员作伴了 总组大人 总组大人 你说什么 宇宙之眼被抢了 你少装目作样 知道宇宙之眼秘密的只有我们几个 想来想去 就属你最可疑 组长大人 我阿布茶茶 虽然油嘴滑舌又贪生怕死 但是我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绝对不可能拿地球跟躲星的安全开玩笑的 此话当真 当然 宇宙之眼被抢 能量源尚未找回 这时关整个宇宙的安危 如果不能识破灵的计划 后果难测 其实灵就藏在我们身边 而且我怀疑 通天塔 就是为了开启宇宙之眼所建设的 本来我和躲眉眉打算去探一探的 但是现在当务之急 我们是要先救出断飞那个小鬼 他的事我知道了 如果不是他擅自行动 我们也不会轻易现实 可是他现在已经被李懿抓进天网了 据说那个地方又臭又脏 还有酷刑 哎呀 族长大人 只要你想救他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你正他清白的 他就是胡闹 族长大人 李懿这招来得真是接手 没想到他暗度陈仓了这么久 竟连郭凤仪都来入旗下 现在出了金武卫 连沧浪盈也换了主帅 如今兵权旁弱 看来朝中要变天了 出事了 你还有闲经意志的人看书 大事不好了 是啊 城中的守卫都被撤了出来 城外也是重兵为首 的确是要出大事了 这都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 这整个地球都要被炸了 到时候什么长安城 地球都会变成泡沫 阿富护短 不让唐清风参加 本舰长就剩你一个姐妹住了 兵权旁路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的地球上 本舰长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你快想想办法 这个探测仪 能够探测到方圆百里内的 巨大能量 如果宇宙之眼和能量源 真在长安 必然会有反应 你不先救 段小鬼了吗 寻找能量源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我一定不如使命的 我自会想办法救他 眼下自然是 宇宙的安危 更为重要 不是我 难道是你 前辈 唐清风 阿富 唐清风 你怎么在这儿 是段老前辈告诉我 说极乐组长就藏身于死 前辈 还望您能给晚辈一个机会 听我解释清楚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跟我走 不出神师所料 将段飞被勤的消息放出去后 极乐一行就安耐不住 暴露了痕迹 极乐此刻人在何处 他们在天魔村 发现了一星族的踪迹 接下来就看神使的了 通天塔一定有问题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一兵一族 太子一定是做好准备才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找到 皇上 投人到此 快走 追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怎么了 什么事情不能当着极乐组长说吗 没什么 我就是 有点想念躲兴了 这里不好吗 还是在这里 你并不开心 没有 我很喜欢这儿 唐全峰 我也很舍不得你 但是 有些事情如果放在躲兴的话 就好办多了 傻瓜 这里不是有我吗 唐清风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那就要看你如何对不起我 偷吃红伤肉 我就原谅你 挑皮捣蛋 只要我在的话 随你任性也无妨 不过只有一点 喜欢别人的话 绝不轻饶 在我们躲兴 喜欢一个人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哪向你们地球员 见一个爱一个 终于想了 少爷 郡主 不好了 不好了 极乐组长刚刚得到消息 太子策划了宫中所有的守卫 现在整个长安城 都是太子的势力 他到底让夏儿来告诉你们 他终于忍不住要动手了 皇上有难 我要立刻回去 不行 你没听香儿说吗 现在满城都是李懿的势力 有可能你还没有回宫 就被五花大绑了 香儿 你去趟江湖趟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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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这么隐蔽的躲藏地点 我身为金吴卫将军 当然熟悉皇宫的地形了 不过这个山洞是清风发现的 我们小时候经常和几个皇子在这玩捉迷藏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了 清风已经有了郡主了 看来这回分子钱我要先除了 其实我对你一直 这什么东西啊 长得这么油腻 你不用害怕 这是我们总督大人 和你们的皇上一样 我们已经探测到灵在地球部署了强大的对空武器 会打乱宇宙的时空秩序 到时会有大量的宇宙海盗集结地球 经躲星高层秘密协商 我们决定提前毁灭地球 刻不容缓 总督大人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了 能不能进躲星高层 再考虑考虑 收回城民 毁灭地球的决策已定 你就安心去吧 我们就当你是阴工殉职了 躲星人民 会记住你们的 不行 你们这样做太草率了 总督大人 我 我 我一定有孩子了 与地球员私定终身 谈恋爱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备啊 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报备 好吧 我就原谅你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嗯 不过时间不多了 走吧 我们先去找皇上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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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 我们先去找皇上吧 朕可能真的 时日无多了 静养多时 也未见其色 皇后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起来吧 皇上明见 求皇上做主 出何事了 皇上有所不知 自从太子当政以来 朝中官员交替 后宫戒严 就连臣妾请宫中的人 都被调换了 日以受眼线监视着 臣妾想要见皇上一面 都难如登天 请求此事 臣妾所言句句属实 不但如此 太子还散播谣言 生辰安贵妃之死 是臣妾诸实 太子居心叵测 不得不防 求皇上做主 你 她可是你母后 你 你要造反不成啊 逆子 来人 来人哪 来人 把这个逆子绑了 放肆 狼子野心 我将你一手养大 却换来如此待遇 现在的一切 都掌握在本王手中 父皇 你老了 是时候一样天年了 这份 是太子登基的诏书 只要你交出一席 盖下印章 我就放了皇后 来人哪 送皇后回寝宫 是 不要 我不要 皇上 我不要 你想要干什么 父皇放心 本王不会像齐王那样 大逆不道的 只不过 这母后的性命 还掌握在父皇手上 自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啊 萧将军 够悠闲的 乔装打扮到空里转悠 想必有什么图谋吧 带走 你们两个入宫接近皇上 鬼鬼祟祟有什么企图啊 我们两个能有什么企图 殿下您位高权重 阴谋背后的主使之人 是你才对吧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令尊的死我也不想看到 可谁让他知道的那么多 还偏偏跟我作对 这就是他跟我作对的下场 果然是你 我要杀了你替我家放手 为了成就霸业 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 就算是萧阁老 那也是死不足惜 今天同样不能留下活口 如意 二娘 二娘 殿下手而无躁 现在就算我们找到极乐 他也不一定会告诉我们能量源的下 但有了他们两个在 情况就不一定了 香儿 你冒冒失失的 这事要干嘛 不好了不好了 公众区别 郡主让我来给你通风报信 趁太子的爪牙还没有升到江武堂 你们赶紧撤 郡主说了 让你们去郊外集合 见面后再做商议 我大哥呢 大少爷和郡主在一起呢 事不宜迟 你们赶紧撤 江武堂是我们的家 我们哪都不去 对 我们哪都不去 对 兵来养党 兄弟们都准备好 誓死保卫江武堂 誓死保卫江武堂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清风 你不用郁闷了 香儿在我调教之下已经很机灵了 她一定会及时把消息告诉大家的 我担心的是朝中行事 李宜并非心慈手软之人 我只担心 皇上那边情况如何 那你后悔吗 如果现在你是太子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官场争斗 尔虞我诈 从来都是一样 即便我的身份早日曝光 在有心人眼里 也不过是多了一个争权夺势之人罢了 那既然你什么都不想要的话 我带你私奔吧 管他什么谋逆 还是什么躲刑任务 我们通通都不管 只要你是安全的 我们去哪都行 好不好 我知道 你不喜欢居住 你这么好 我又怎么忍心 使得把你困住 待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我便不再顾问朝政之事 我要带你去游山玩水 吃遍这天下最好吃的东西 那么多时空 那么多星球 跟着你 红年马月能看望啊 所以你得跟我走 走 组长 把能量远交出来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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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大人 组长大人 秦枫小心 他身上怨气极重 灵 你终于出现了 他问秦枫 你还没有死 灵 你是不是吃饱了冲呢 如果你成为宇庄的主宰者 其他星球都灭亡了 留你们这些宇庄还 都还有什么好玩的 废话少说 交出能量员 管我要能量员 我还管你要宇宙之眼呢 我去好歹 小心 小心 唐先锋 阿妩 危险 他身上怨气极重 他身上怨气极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